很重要的这个议题 静灵会在这里 做很深入的讨论 富邦产险争议连环报 大家长富邦董事长蔡明忠 照常主持工商协金会线上论坛 心情不受影响 但是保护们走就炸锅 强大明月下富邦不得不低头 17日宣布5月14日前 有收到续保通知 且缴保费的保护通通算数 换句话说5月14号以后 拒绝重复投保 看似姿态放软 实则又淡输 这魔鬼藏在细节里 网路骂声不断 怒皮富邦是富贵要人帮 理赔却跑光光 保险公司要把这件事情 不认账的话 其实它会失去更多的保护 的信任感 最牺牲的还是人民 比较争议的是 我已经有收到续保单了 但是我还没有去缴保费 疫情扩散了 才有重复投保问题 所以很明显的 是业者找到了相关的法条 想要类推或适用的方式 来拒绝民众投保 隔着萤幕也能感受保护怒火 这波防疫保单之乱 由富邦开出第一枪 拒绝重复投保后 新光产第一产 旺旺有连 纷纷跟进 现在11家受险业者 甚至开启闭门会议 讨论用药类别 难道没吃新冠口服药 就不能理赔吗 限定在某些药物的话 第一个可能会造成药物的药框 第二个会造成民众 一定指定医生要开某类型的 可理赔的药物 民运这把怒火烧到监理 机关精管为不得不喊话 合保了就得理赔 但回头看看产险业者 继续从保单中 找出各种聚赔理由 难怪保护们依旧 感受不到诚意 欢迎宣传李温产品珍 台北采访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 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即使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